台中線有兩名毒販擔心交易的時候 遭到黑吃黑因此突發奇想 租了透天公寓在裡面改造槍械 今天員警上前扎人破門而入 兩名嫌犯嚇得爆頭鼠竄 而警方早有準備在屋外四面包夾 順利逮人 員警破門而入 裡頭嫌犯嚇得驚慌失措 趕緊逃餐 嫌犯逃得快 但優勢警力動作也很快 迅速的就把他們給追回來 你自己逮捕我們取出來的 好不好 所以我們旁邊有狗狗你跟我們講的 OK 是在這個最後袋子裡面 遠警押解嫌犯回到這一座槍械工廠 發現機具一應俱全 車床 電鑽 砂輪 還有錯刀等等 都是製槍的工具 屋內改造槍械的成品和半成品 還有子彈多到嚇人 你們有什麼東西 你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 槍啊 鮮犯在這裡改造槍械目的是用來防身 因為他們都是毒販 擔心交易買賣的時候遭到黑吃黑 竟然一想天開 自己改造槍械帶在身上 隨時準備火拼 在怕與毒下游毒品人口 交易毒品的時候被黑吃黑 所以說他才需要 回身攜帶這個手槍來 嫌犯在台東市這處住宅區租下偷田樓房 隱身在民宅裡偷偷默默的製槍 附近民眾沒有人知道這裡竟然是一座槍械的改造工廠 雖然這些槍都是改造的 但火力還是很強大 這些人販毒又怕被騙黑吃黑 改造槍枝自保防身 販毒又製槍 最佳一等 中天新聞韓志欣台中報導